各位同學們收看我們這一節教學內容 來我們這邊要介紹的是兩個重點 直角坐標和兩點距離 這兩個重點在國中時都介紹過 所以說老師很快的把它帶過去 什麼叫直角坐標 我們在數學上 為了要把圖形給定位 所以說我們習慣上 把圖形畫在直角坐標頭上 那什麼叫直角坐標 我們習慣上畫一條水平線 這條水平線叫做A軸 再畫一條圈垂線 這條圈垂線叫Y軸 那其中A軸和Y軸交匯的地方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做圓點 習慣上用O做代表 這樣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其中的A軸和Y軸畫過去之後 把我整個黑板 把我整個平面 分成幾塊區域 分成四塊區域 這樣行不行 我們在數學上 習慣上把這些區域 把它叫做線線 其中右上角這一塊 我們把它叫做第一向線 左上角把它叫做第二向線 那這邊叫第三向線 那這邊叫第四向線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再看這邊 我剛才講過 我們習慣上把圖形畫在直角座標的手上 好 我要研究圖形 先從點開始看起 比如說 這邊點座標 好不好 我寫成A B行不行 這什麼叫A 什麼叫B 這個點座標叫AB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點 去對A軸做垂直 做下來垂直的時候 這A軸坐標就是A 去對Y軸坐垂直 做垂直過去時 這Y軸坐標就是幾 B 所以說這個P點AB 它代表什麼意思 A 代表這條水平軸上 A軸坐標 B 代表這水平軸上 Y軸坐標 所以說這個小A 代表A軸 小B代表Y軸坐標 這樣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我們在數學上 習慣上 往右為正 往左為負 往上為正 往下為負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如果說一個點座標 落在第一向線的時候 你看有什麼現象 它A軸 是什麼號 正號 Y軸是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這個點座標 它坐標寫出來 它A軸和Y軸的地方 都是什麼號 正號 假如說一個點座標 落在第二向線 你看一下 它A軸的地方什麼號 負號 Y軸的地方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這個點座標 寫出來會四七 負責 同理 第三向線 A軸負號 Y軸負號 所以說寫出來會四七 負負 第四向線 A軸正號 Y軸負號 所以說寫出來會四七 正負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OK 來 我們看一下 底下翻例 它做A B為時數 有一個點叫A點在第二向線 問題點B點在地底向線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 這裡怎麼算 這裡第一個條件 它告訴我A點在第二向線 欸 第二向線有什麼特性 你看喔 點座標在這邊 好不好 來 括號在這邊 逗點撇中間 前半步代表的是A軸 後半步代表是Y軸 在第二向線 告訴我 這A軸什麼號 負號 Y軸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老師可以推得 可見A乘B A軸這邊什麼號 負號 Y軸這邊 A加B什麼號 正號 對吧 A解B什麼號 正號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去判斷出 好不好 我A B的正號 什麼判斷 欸 請問說A乘B 是不是小於0 這兩個相乘小於0 各位同學 有什麼感覺 可見這兩個數字 一定怎樣 一正一負 對不對 對吧 因為在數學當中 正正得正 負負得正嘛 所以說 如果正正或是負負 一定是得什麼 正 那相乘小於一定怎樣 一定是以正 一負 或是怎樣 一負一正 這樣行不行 那到底是這兩個 一正一負 一負一負一負一正 你確定嗎 不確定 那怎麼辦 由下面這個條件來帶路 你去想一下 我剛才講過 這兩個相乘小於0 所以說基本上 這兩個怎樣 一定怎樣 一定是一正一負 對吧 那如果第一種現象 只要A是負的 B是正的 你看一下 負的減掉正的 會大於0嗎 不可能 對吧 所以說換一個講法 假如說A是正的 B是負的 正的減掉負的 有沒有大於0 有喔 所以說我是可以知道 可見這時候 A會大於0 B會怎樣 小於0 好 接著我們再判斷一下 這個點 B點在地上線 行不行 一樣 括號在中間 括號在這邊 逗點撇中間 所以前半部A左四極 B分子A 後半部Y左四極 A乘三 B平方行不行 所以說判斷出他們的正負 我剛才講過了 A大於0 B小於0 所以正負一定得負 對吧 再看這個A乘B平方 A基本上什麼數 正數了 BA B是小於0沒錯 但平方做還是什麼數 正數 所以正正得正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馬上推得 我B點坐標 A軸是負號 Y軸是正號 A軸負號 Y軸正號 所以說老師可以推得 我們B點坐標會在 第二項線 這樣可不可以 這基本項線正負號判斷 再來 我們看下一個重點 然後再介紹一下 兩點距離 來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介紹一下 數線上的兩點距離 怎麼說 我們去看一下文字上敘述 想要說像數線上有兩個點 一個叫P 一個叫Q 麻煩你求這兩個點之間距離 線段PQ怎麼算 來我們畫出來理解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 我們畫一條數線出來 好不好 想要說P的坐標是5 Q的坐標是2 老師問你線段PQ怎麼算 很簡單嘛 你就把5減幾2 算出來是7 3吃就出來了 所以說這時候 P點坐標是A Q點坐標是B 不以線段PQA 你就把A減幾B吃出來了 對吧 就跟這5減2一樣意思嘛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小A是小B 誰大 誰小一定嗎 不一定嘛 所以說你直接A減B下去 一定勝數嗎 不一定喔 所以說最好要加什麼值 就是絕對是來保護它 對吧 代表它一定什麼數 整數 因為距離一定要整數 這樣行不行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我們主要介紹的是在平面上的兩點距離 好 一樣 我們先看一下文式上敘述 有A點有B點為平面上兩個點 求線段AB四起 好 我們畫出來理解 先畫個圖形出來 有A點有B點 麻煩把線段AB連起來進行 麻煩求線段AB這兩個之間的兩點距離 好 兩點距離怎麼算 很簡單 我們現在記公司找到 跟號 對吧 把A可以相減平凡 把S2 減掉S1平凡 加上Y相減 Y2 減掉Y1幾次 兩次就出來了 好不好 這公司在國中時都學過 好不好 趕快再複習一下 跟號 把S相減平凡 加上Y相減幾次 兩次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來 我們看底下範例 他說平面上有兩個跌 有沒有看到 求距離 好不好 所以說這裡是基本兩點公式的題型 一樣 有A有B 求距離是多少 馬上兩點公式題目 對吧 兩點公式帶入 線段AB式起 馬上 跟號 把A可以相減 負1 減2 負3的平凡 加上Y相減 7減3 4的平凡 行不行 之後 負3平凡自己 9 4的平凡自己 16 算出來是根號 9加16 根號多少 25 開出來 南匯四起 5 是出來了 再看底下 OK 他說有三個點 A點 B點 C點 以這三個點 為頂點的三角形形狀 哈囉 同學們 你們如果敢考我們三角形的形狀 基本上 這個三角形 一般來講 都是屬於特殊三角形 來 老師來複習一下 特殊三角形當中 屬於哪些 有所謂正三角形 還有所謂等腰三角形 還有所謂直角三角形 來 我們來複習一下 什麼叫正三角形 它們其中三兵才會怎樣 一樣 什麼叫等腰三角形 它其中有兩兵會怎樣 一樣 什麼叫直角三角形 它們三兵才會滿足什麼定理 必自定理 那你看一下 不管是要判斷出哪一種 都跟誰有關 邊纏有關 所以說這次要判斷出三角形形狀 麻煩你 就把這三角形狀 三邊纏把它算出來行不行 怎麼算 來 我們先畫出來理解 有A點 有B點 有C點 麻煩你 把它們三段邊纏算出來行不行 那很簡單 我們先算 線段AB好不好 有A點 有B點 直接 兩點 距離數字就好了 根號 打 AK相減 負3-2 負5 平方 25 加上Y相減 2-3 負1 平方 1 所以說把它算出來是 歌號級 26 數字就好了 同理 再算線段BC好不好 有B 有C 兩點距離 根號 把A相減 負3-1 負4 平方 16 加上Y相減 2 減掉負2 2加2 4 平方 16 所以算出來的字起 根號 32 再算線段C 有C有A 兩點距離 根號 一樣 2-1 1的平方字起 1 加3 3 減掉負2 3加2 5 平方 25 算出來是根號級 26 你觀察一下 雖然我沒有三兵場一樣 但是我有兩邊一樣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滿足什麼條件 本要條件 你再檢查看看 有沒有B4地理 有沒有直角 最大邊的自己 根號32 平方自己 32 你把這兩邊平方26 平方26 26 加26 就等於32嗎 沒有喔 所以說這題它就有多少 它就有AB和CA一樣 所以說這題它只是一個什麼 本腰三小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到這邊麻煩你把這些觀念整理一下 OK